还没台风来袭 从这栋大楼往外看 外面风雨交加 雨越下越大 接着大楼中庭慢慢有积水 马路上的水也涨了上来 流进地下室 还好当时管理公司和住户们 赶紧将挡水板架起来 地下室只淹了大约10公分 车辆没有变成泡水车 我们赶到的时候 它已经有开始有水晶进去了 我们在开始去用家客闸门去找出来 所以找出来之后才发现 它本身因为以前可能是用久了 那很久了 所以现在当然就是说 水它就这样一直这样跑下去 那我们再来最后还好 之前还有一些沙包 我们赶快就是在那边 用沙包这样挡下来 这栋大楼就位在高雄巨蛋附近 算是左营区的淡黄区 但没想到这一次也淹水了 仙夏里里长沿判 应该是新庄一路的排水沟 之前只做了溪段 东段的部分还没有做 才导致雨水宣洩不及 灌进大楼地下室 水暴涨得非常快 这现在瞬间真正来不及当 还好我们水利集有先做好 这个排水沟重新做了 可是做的是东西 滑下路雨溪 两边都做好了 可是底东都还没做 左营区公所也货报 调度抽水机 协助大楼将地下室的积水抽出 里长则希望市府将新庄一路 还没有做的排水沟赶紧施工 这边过代可是那边没有做啊 这一样啊 排不出去也是一样啊 这没有用 就要赶快 要赶快做 谢谢里长他就跟区长申请 然后区长也很认真 就专门送到我们这边来 真的这个抽水机的效果就很好 扎门这个还是要加高 选择淡黄区的房子住 还是要为淹水灾情担心 现在找出原因是因为 排水沟只完成一半 希望下一次台风好雨来之前 赶紧完成或是把挡水板再加高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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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